张掌门 张掌门早 早 早啊 张掌门 喝啥啊 早啊 叫我军宝就行了 别那么客气 人家是尊重你 才叫你掌门的嘛 我知道 但凡是做掌门的 不是叔叔就是伯伯的嘛 我不想被人家叫得那么老 你师父我还没有成亲 被那些小姑娘知道了 我的后路就全断了 没办法 谁叫你现在这么出名啊 我们武当派 人越来越旺 你知道不知道 人家都以为 我们武当派的张军宝 张掌门 是一个老徒子 老道士 都尊称你为 什么张掌门 你说是不是跳到黄河 都洗不清啊 所以你就常常陪师父下来 喝喝茶 露个面 别让别人误会啊 对对对 大事不好了 张掌门大事不好 见到你真好啊 什么事啊 我们这里竟然出了个怪物 又杀了好多牲口 我们组织了一队壮士去抓 抓了这个怪物 他们发现了一个洞口 可是没人敢进去啊 张掌门 你武功盖世 你要是做我们的带队 那就好了 那么高一顶帽子盖下来 不去都不行吗 怪物 这什么怪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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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难闻哪 真难闻死了 难闻死了 真难闻死了 真难闻死了 师父 这里没有怪物啊 可是 怎么有这么多死了的叽叽扬扬啊 是 你说怪物把他们咬死又不吃他们 搞什么鬼啊 那我们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现在没什么好做的 唯有你们自己小金点 晚上把那些牲畜关好 在屋子四周撒点硫磺 见到他也不要杀他 把他赶走就行了 赶走 赶走怎么行啊 我们得杀了他对不对 对对对 杀了他 我可是没有本事帮你们杀了他 要杀你们自己杀 不过 我怕你们不但杀不了他 反而被他给杀了 好了 没别的事了 撒点硫磺嘛 走走走 撒硫磺去 撒硫磺去了 好 撒硫磺去 好 师父 你折磨的大蛇 我怕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要他们杀他 你师父我不杀生的 况且那大蛇帮我解过毒 救过我 能帮就帮好了 说的也是啊 但他为什么杀了这些牲畜 又不吃了他们呢 可能不大好吃吧 你少说废话行不行了 走啊 就说大蛇帮喔 那别见了 你想读到老虾 今晚不杀了 我还是讻到老虾 他你自己是里面的 自己就知道了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宇儿 宇儿 你醒了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刚才我去剑种找你 看你躺在那儿一动都不动 吓死我了 我没事的 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是练功中常会发生的 不要紧 真的吗 真的 不骗你 那就好 我先去洗衣服了 你别去了 看你练成这个样子 还是早点休息 没事的 我要多洗一点 处够了钱 好给你买新的衣服 这次我们在武林大会 可一定不能寒酸 那你太辛苦了 只要能在武林大会上扬威 再辛苦 都是值得的 喂 你知不知道 这次召开武林大会的武当派什么来头啊 你不是吧 这都不知道 武当派掌门是张军宝 张军宝你认识吗 你认识张军宝 当然认识了 当年他在少林寺一战成名的时候 我刚好在场啊 真的假的 真的 他没有那么厉害吧 厉害 他可以一拳打死十头牛 一跃十多丈高啊 有那么厉害吗 反正三四十人进不了他的身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们信不信啊 不信 不信 相见时难 别一难 春风无力 百瓜残 春残到死 思方尽 蜡炬成灰 泪屎干 出来 你出来 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着我 有没有跟着你 对不对 走开 我知道你在想我 无聊 别这样 别这样 你看看 我为你做的改造 新发型 新造型 你做什么改变是你自己的事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亲爱的思荣 你怎么可以随便叫人家亲爱的 我是一直情急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不用说对不起了 我求求你可不可以放过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真的不喜欢你 别这样 别这样 你以前讨厌那个易大侠 那个贵老头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看看我 现在出现了你面前的 是一个患然一新 脱胎换骨的一天行 是一个拥有独特气质 充满了书卷味的翩翩书生 翊公子 你要我说什么你才可以死心 我不会死心的 疯子 我是爱你爱疯了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好不好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不去 你去了就会爱上我了 你神经病啊 走了 我要住店 今天我们店都包住去了 只租给秦姑娘一个人住 秦姑娘 哪个秦姑娘 秦思荣秦姑娘嘛 秦姑娘 你 你不要这么感动好不好 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 我还会更加倍的对你好 谢谢 可是 我还是不能接受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你不是被感动了吗 没有 你骗我 你明明感动的眼眶都含泪了 没有 你让我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对 你让我安静一下 我现在心里很乱 给我一点时间 好 好 好 你要去哪里啊 我不是说了吗 给我一点点时间 从里面 从里面到外面这么长的一段距离 你还没有想清楚啊 这么点时间怎么够 够了够够了 你知道了 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现在在你眼前呢 有这么一份真挚的感情 你不要 以后呢 就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了 想到你呢 就像我深爱的女孩子 我稍一犹豫啊 她竟然嫁给了我哥 我 我不会让你再为我后悔了 我要怎样你才能明白呢 我觉得你不明白 你知道爱情对一个人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啊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你跟我去那个地方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我跟你去了以后 你就不再缠我了 对 不对 也对 什么对不对的 我本来想说对嘛 可是我想 你对我的至爱 我怎么舍得不跟你呢 所以我说不对啊 可是后来一想 只要你跟着我到那个地方去 你看到我的改变 就会深深地爱上我 到那个时候啊 我们两个就会相亲相爱 难舍难分 就没有什么 缠不缠的问题了 所以我 有毒眼 很近的 请 易公子 你们都出去吧 出去吧 这里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的感觉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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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风景很好 也蛮大的 是你的吗 以前是我的 以后是我们的 你带我来 就为了看这些 对啊 那看完了 我走了 走 你怎么能走呢 你难道看不出来啊 这一切一切 都是为你才做的呀 看不出 你以为带我来这里 就能看出你的改变 可是 我看你还跟以前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啊 我还以为你带我来 是来看什么 人皮面具呢 人皮面具 你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我的改变呢 这要是以前的我 我才不会建造 这样一栋房子呢 那你干嘛要盖 这一切 都是为你而盖的 我改变了 以前 我喜欢四处漂泊 喜欢处处为家 我走到哪里 住到哪里 我从来没想过 要安定下来过的 你以前不喜欢我 一定是因为 我没有办法 给你安全感 你跟我也不会 有好的归宿 所以我想通了 女孩子 都喜欢一个安定的生活 我自己虽然不是喜欢 可是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你看看 这一切 都是我为你改变的证明 还有 我会开始做计划的 以前 我对将来 是从来没有想法的 现在 我会开始 为将来做打算了 你看看 那块空地啊 我们可以用来 养猪养鸡 还有那一块 我们可以用来种菜 我们完全可以 自给自足 只剩下的 我们还可以 拿到集市上去卖 我想你能做到吧 一千倍 你要是不喜欢养猪养鸡 也没有关系啊 我 我可以看 我的老本行打铁的 你知道了 明剑山庄 是以铸建闻名的 我可以在后面 盖一个铸铁的炉子 公然 公然 喂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说 你说 不是你要怎样 就怎样的 我真的不会喜欢你的 对不起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一点感动也没有啊 不 我很感动 从来没有人 对我那么好 可是 我感动 并不代表 我一定要喜欢你 你明白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喜欢人家 对你凶一点 没问题啊 我每天都可以 把这脸对你啊 我对你说什么 你都不明白 重点不是人家 对你好不好 而是你自己心里 是不是喜欢 你明不明白 我不明白 不明白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好 什么事啊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也不能接受 那我们新开的地方呢 找一个喜欢你的女孩子 和他在一起 好好生活 我还有事 我走了 还有 什么事 不要再对我好了 我会很内疚的 你别这样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不能阻止我爱你啊 你怎么还是这样啊 没办法 我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要怎么样 才能停止 你以前喜欢的 那个女孩子 你是怎么把她忘了的 那没办法 她心里有了别人 我 我也有心上人了 你说什么 是啊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可是 我不想让你浪费 太多时间在我身上 其实 我早就有心上人了 所以 才不能接受你 不 你是骗我的 我没骗你 忘了我吧 那个人是谁啊 他是谁并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了 我要去跟他决斗 那我就更不会告诉你了 我喜欢他 我就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他要受了伤害 我就会不开心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就不会让我不开心 对不对 所以 我根本不会告诉你 对不起 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们之间 是没有可能的 你 你 是 你 是 各位小朋友 现在我念一句 你们跟着我念一句就行了 明白吗 明白 我现在读的这些叫做三字经开始 我们现在读的这些叫三字经开始 善待人同于己 善待人同于己 三千七 三千七 什么事啊 张掌门 什么事啊 镇长说抓到一条大蛇 准备举行神龙大宴 想请张掌门去主持大宴 抓到蛇 张掌门 不准学我说话 不准学我说话 大宴就要开始举行了 请张掌门赶快动身啊 好 我马上来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点赞 不准学我说话 最后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这边 接下来 我马上的 乡 显 長長們待會兒多吃點 我吃素的 這蛇可是大補的 這條蛇可是千年的蟒蛇 營養非常的豐富 不吃實在是可惜了 不用客氣 那條蛇呢 就在裡面養著呢 這時辰一到立刻生斬大蛇 鎮長 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殺生行不行啊 不行 這條大蛇殺了我們多少牲畜 因果報應 正應該有此意見 因果報應不是這個意思 時辰一到 呼籠大會開始 好 好 師父 是不是蛇魔的那條大蛇 肯定是啦 那麼大的場面 肯定是蛇魔之王 師父 你說不是蛇魔 那條蛇是什麼 蛇魔那條大蛇 當年我跟一天行 一級風他們對付他 都對付不了 這些村民 他們怎麼可能活捉他呢 我看應該不是 我看應該是 我看應該是 蛇魔之王 我認識這條蛇 怕跟我打招呼而已啊 好 好 別嚇壞他了 你是怎麼了 以前很威風的 怎麼現在搞成這樣了 說起來真是一言難聽的 蛇語我不是很懂 不要說得太複雜 救救我 好啊 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你幹嘛到處生事 殺光人家的雞牙又不吃 不要舔我 你的嘴巴好臭啊 為什麼 來 給我看看 難怪了 有爛牙呀 一定是牙齒壞了 吃不到東西 你有沒有常識啊 蛇吃東西 不用牙齒的嗎 整個吞到肚子裡去的 不過爛牙對他也有影響 影響他的食慾 所以吃不下東西 對不對啊 臭蛋 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這就叫做報應 你殺人家的牲畜 現在人家會來殺你了 笨蛋 救救我 救救我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好了乖 不要哭了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現在後悔來不及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不准動 也不是沒辦法啊 你答應我 從此以後吃素不吃婚 改過自新 從今天開始 包括我們這裡方圓一百里的地方 我馬上救你 答不答應啊 臭蛋 我答應 我答應 沒問題 我跟他說的話 大家都聽到了 大家認為如何呀 這個就是 蛇的承諾能相信嗎 就是啊 是啊 不是信他 是信我 我負責監督他 只要大家今天不吃他 我向各位保證 他以後吃素不吃肉 還要保護我們這裡方圓一百里的地方 如何呀 其實呢 其實呢 如果我們大家今天肯不吃他的話 也是為各位積點兒得 總比我們燒香拜佛好得多啊 我看這樣吧 我看這樣吧 如果誰肯不吃他 我免他子女一年的學費 免費上太虛冠讀書 一年呐 好不好啊 各位行不行啊 行 行 張大嘴 不是叫你們叫蛇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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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疼了不疼了不疼了 別撻嬌了別撻嬌了 以後啊 你就是一條無牙蛇了 啊啊啊啊 沒關係 牙齒掉了 以後還會長出來的 喂 你要那些牙齒來幹什麼啊 你以後也不用打獵 也不用放毒 你答應過我不吃肉的臭蛋 是啊 我也沒說我要吃肉 我會沒有牙齒就沒辦法造成 很難嚇唬其他動物了 你不是說我要保護父親 你怎么能保护到安全 你是想耍威风是吧 我帮你装一副假牙好不好 那倒不必了 我不是说了吗 牙齿很快会长出来的 我只是觉得现在有点有点饿了 高威 他说他饿了 想吃东西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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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 明�� 出行 四 四 五 六 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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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来帮你送 那怎么行呢 你可是未来的武林盟主 怎么可以替人家送衣服 你等着我 我马上就回来 嗯 其实我做了那么多事 一半都是因为你 神婆 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顺顺利利开完这次武林大会 欢迎 里边行 欢迎欢迎 到里边用点茶 请休息 吃饼 欢迎欢迎 我今天都说了好几百遍了 当然了 每来几个客人 你都说两遍欢迎 少说一遍行不行啊 那好啊 那边跟你说 那我帮不了你 欢迎欢迎 那到里边用点茶 欢迎欢迎 这次你们不用讲欢迎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是师父的 所以 怎么让我来 东西 都说 胜 我们 我 我当然来了 果然是好朋友 我们进去喝杯茶呀 这位是 华山派高天正叩见掌门 高雄您好 明鉴山庄的人也来了 帐掌们 这次武林大会请的是赫赫有名的门派 明剑山庄怎么也来了 明剑山庄的名你们有听说过吗 以前是 现在嘛 现在怎么了 现在没落了 一代不如一代 以后不许拿明剑山庄的幌子来招摇 你是不是瞧不起明剑山庄 说呀 现在还有人拿明剑山庄当回事 当然了 除了张掌门以外 没有几个人了 我看你是不把明剑山庄放在眼里 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夫了 对不起 军宝 谢谢 你累不累 还好 我刚才只是随便出了几招 不费力的 你真厉害 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重振明剑山庄的威名 希望可以 恭喜你啊 军宝 恭喜什么 当然恭喜你武功突飞猛进了 难道还恭喜你又喜了 你还和以前一样喜欢说说笑笑 三岁定八十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还没有介绍啊 这是我的好朋友 赵玉儿 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我叫张军宝 什么时候叫大嫂啊 让你见笑了 所谓立业成家 不立业怎能成家 倒过来也行啊 成家之后再立业也可以啊 哎 你成家了吗 嗯 我还没有对象呢 你现在是武当派的掌门 武当派近日名声雀席 只要你愿意多少个窈窕淑女 先别说这些了 你知道我只喜欢练武 其他的一概没兴趣 你有没有空啊 你有要事吗 还会有什么啊 那么久没见 你现在武功又那么厉害 不打一场怎么算好朋友呢 好 玉儿 哎呀 我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头晕 你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那我看改天好了 你照顾照顾娘要紧 放心吧 等武林大会结束之后 我们天天牵梭都醒了 要不要帮你找个大夫 不用了 谢谢 我想我休息一下 就应该没事了 你怎么了 好好休息一下 我没事 那刚才 我刚刚是假装头晕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去跟他比武 为什么 需要防人之人 如果你跟他比我受伤了 那武林大会怎么办呢 不会 我们只是点到为止 互相交流武学而已 那就更不好了 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武功加速 太危险了 不会 军宝他是我的好朋友 什么事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一次 我们一定不能失败的 有种原因 他得正好 那么 是的 我 这个 你 好 好 不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竟然把敌人放走 以前的秦思荣是如此的心狠手辣 切记 对待敌人的手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一个人在干嘛 没什么 一下子偷偷笑 一下子又凶巴巴 你傻了 是吗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是不是想欣赏人啊 当然不是了 那不就得了 谈个恋爱 不用一天到晚冷冰冰的 听人家说 恋爱中的人比较不一样 你变了很多 以前每一次看到我脸都是臭臭的 现在好多了 你不要乱说 是谁那么不幸啊 我说没有 是不是一千倍啊 不是 自打嘴巴啊 你说你没心上人 问你是不是一千倍 你回答我不是 又不回答我没有 那就是有了 你可好了 你有心上人了 我就快连朋友都没有了 不会吧 我看你很容易跟人混熟的 熟跟朋友是两回事啊 我跟你不是很熟 可是我当你是朋友 先别扯开话题 我正在说一季风呢 你跟他翻脸了吗 翻脸是没有 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了一个女人 人要变迟早都会变的 多不多一个人还是要变的 那倒是啊 我也不同了嘛 只是没有你跟一季风 变得那么多而已啊 我 恋爱是不是真的让人变得那么厉害 你是过来人 说来听听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啊 我相信不相信不要紧啊 最主要是一千倍信嘛 关他什么事 当然关他的事啦 你是他的欣赏人 让他知道了一定要把天拆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 一千倍啊 怎么大驾光临也不通知一声 我派人去接你吗 我本来没有打算要来的 有没有知道什么地方没有人打扰 安静一点的地方啊 有啊 河边 我们到那里去谈吧 我不想别人看到我酷的样子 好啊 你说他骗我 可能他说他有心上人 是希望你不要缠着他 让你死了这条心啊 看样子又不像啊 其他事情我不敢说 说到感情的事情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不知道 他说到他有心上人的时候 他的眼神又多么温柔 多么幸福 他对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过 这我就帮不了你了 我已经改变了很多 来迎合他 为什么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下场 老天爷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都是你的错 关我什么事啊 要不是你叫我 就帮你走一走 别人怎么会有机会趁虚而入 你答应帮我看着他 你没有看好 你要负责 不会吧 他不喜欢你 我怎么负责 我不能拿把刀子逼他喜欢你啊 他喜不喜欢我 已经是七次了 我 我不要别人抢走他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 你帮我查一下 他的心上人是谁啊 你自己查 我不行啊 子蓉一直说 他不想再见到我 如果让他知道我去查他 他会更讨厌我的 如果不答应有什么后果啊 有什么后果 我不知道 你想知道吗 不行啊 不行 这是你将功除罪的好机会了 赶快去吧 去帮我把那混蛋找出来 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我要让他 你家里有什么呀 我一定要做 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团队 我一会不会觉得 你生负责 他会是五三十五年 这样子 你刚才对我 护了你 在你这一天 我搜尼敬 升上来 我有个人 这一天 第二天 来 你先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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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